他曾皱眉而且转身离去 因为那个盲人来到他的面前 你怎能知道呢 他或许能受凶套 或听忠告而门一叫 至于自瞒者 你都奉迎他 他不受凶套与你合肝 至于盈切地来请教你 而且心怀敬畏者 你却怠慢他 绝不然这却是一种教训 谁欲祭送他就叫谁祭送他吧 他在珍贵的业策里 那些业策是被撑阳的 是被禁敌的 是在许多书记的手里的 那些书记是尊贵的 是善良的 该死的人他是何等的忘恩 真主曾用什么创造他呢 是用经验 他曾创造他 并预定他发育的程序 然后他使他的道路平移 然后他使他死壁 安葬他 然后当他抑郁的时候 他使他复活 绝不然他没有奋行 他所命令他的事物 与葡萄和木须 与仔灯和海藻 与茂密的圆铺 水草和牧草 以供你们和你们的身序享受 当正儿育龙的哄声来临的时候 在那日个人将逃避自己的弟兄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妻子儿女 在那日个人将自顾不暇 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滑的 是喜笑的 是愉快的 在那日许多面目上 将有灰尘 离黑将门闭他 这的人是不信道的 是荒民的 是独特的 是独特的 红山寻